大家好,我是小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出一款既有创意,又好玩的一款花样 用途也非常广泛,大家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 用它来勾织各种成品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锁针数是4的倍数 这里我们以32个锁针为例来做演示 首先返回倒数第二个锁针 然后调里山的一根线,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后面继续,按顺序编织短针 一共编织31个短针 第一行完成之后,接着编织第二行 首先锁三针 这三个锁针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着调转方向 在第二针上开始编织 按顺序编织30个长针 第二行完成之后,接着编织第三行 首先锁一针 接着调转方向 先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先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我们在第一行的第四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外勾造型针 造型针完成之后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然后呢,空出三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外勾造型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后面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然后呢,空出三个短针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外勾造型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第三行的最后 我们在第二行开始的第三个短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短针编织到一半 接着换线编织 将线勾出 接着调转方向 将前面的线绑到钩针的后面 接着锁三针 这三个短针相当于一个长针 接着在第二针上开始编织 按顺序编织30个长针 第四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五行 首先锁一针 接着调整方向 先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在枣形针上 编织一个外勾枣形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然后在下一针上 编织一个外勾枣形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第五行的最后 我们在第四行开始的第三个锁针上 编织一个短针 短针编织到一半 接着换线编织 然后呢调转方向 将前面的线放到构针的后面 接着锁三针 然后呢按顺序编织 编织三十个长针 第六行完成之后 接着编织第七行 首先锁一针 接着调转方向 先按顺序编织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编织一针 接着编织一个外勾枣形针 然后按顺序编织 然后按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编织一个外勾导形针 之后呢继续重复编织 后面呢我们就按照 前面这几行的花样 一直重复编织 编织到需要的尺寸即可 接着编织